我們關心今天一整天的天氣概況 健良早 小雲早安 大早安 健良今天是9月1號 那很多學校都在今天開學了 那請問過了這一整個暑假 今天要出門上課的學生 還有上班族 在天氣方面有哪些需要特別留意的呢 麻煩你囉 是的 趕快提醒大家 今天天氣就只有一個重點 就是溫度相當的高 所以今天出門真的要留意補充水分 小朋友上學去要把水壺 這個水裝多一些 今天天氣真的是相當熱 真的要多喝一些水了 那上班族出門呢 如果中午要長時間在外面 也要特別留意防曬了 一不小心這種天氣 很容易被秋老虎給咬一口 回來可能這個脖子就晒傷了 那這個感覺就會很痛很不舒服 所以今天就是防曬要多多喝水 我們先來看一下清晨各地區溫度 北部大概來到26度左右 中南部來到25度 東部地區大概來到25度 清晨溫度都還算舒適 各地區大概都在26度以下 涼涼的有些風吹過來 還算蠻舒服的 不過中午高溫就比較高一些 尤其是大台北地區 提醒北部地區今天 還是有機會來到36度的 今天最高溫就是在這個大台北 這個盆地地形加上熱島效應 所以這個溫度上會比較高一些 那其他像宜蘭 桃竹苗地區 大概溫度稍稍低一些 大概來到33到34度左右的 那中南部高溫大概有機會 來到33到34度 東部地區這個雲量稍微比較少一些 大概溫度上來到33度左右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地面天氣圖 我們看到這一天的溫度這麼高 當然主要還是受到太平洋高的影響 這勢力滿強的造成這個白天 天氣相當晴朗 當然溫度上就比較高一些 但中午過後還是容易會有一些 午後的雷震雨 尤其是在山區的部分 各地區山區都容易下午後雷震雨 中南部的平地地區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午後雷震雨可能就會擴散到 這個平地地區 所以中南部的平地也可能會有 這種午後的雷震雨 未來幾天大概都維持這樣的天氣形態 太平洋高要強 溫度相當高 中午過後容易會有這種 午後比較大的雨勢 提醒你要特別留意了 很多人說這個八月份 今天八月很特別都沒有颱風生成 不過目前看到 這菲律賓東方已經有一些熱帶 這個低壓系統在這邊醞釀了 所以大概禮拜五之後 太平洋高要稍微減弱一些 往東邊退回去之後 這低壓系統就會往北台上來 到時候水氣就會比較多一些 可能這個天氣上就會比較不穩定了 不過這個中秋節假期呢 到底這個天氣如何 目前就還要再觀察喔 因為這個日子比較長一些 但目前看起來水氣可能會稍稍多一些 接著我們就看到 未來三天天氣的預測了 我們看到未來幾天大概留意一下 整個西半部地區都容易會有五後雷震雨 山區的話特別明顯 平地地區偶爾又會下一些比較大的雨勢而已 那東半部地區大概主要都還是多雲到勤的天氣 那留意溫度比較高 尤其是東半部有機會來到 33到36度左右的 那這個東半部地區大概來到33度 溫度上感覺比較舒適一些 好接著我們就看到各地區詳細的溫度預測 西隆台北新北市地區27到36度 降機率0到30 桃園新竹苗栗地區26到35度 降機率30% 台中彰化南投地區25到33度 降機率30% 雲林加義台南地區25到33度 降機率30% 高雄屏東澎湖地區25到34度 降機率10%到70% 宜蘭花蓮台東地區26到33度 降機率10%到20% 最後看到外島地區26到33度 降機率0到10% 好 今天南部地區啊 留意著的午後的雷震雨 那隔地區溫度都相當的高 好 接著我們看到這個農民地的部分 今天是農曆的8月8號 屬蛇的朋友要特別留意跟小心了 那今天很適合像祭祀 剪頭髮都相當的合適 那今天比較特別注意啊 結婚祈福要特別留意跟小心 以上的資訊就提供給你做參考 在現場交還給沈芸